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把它放下去就好了 但放下去的后果不堪设想 酸甜苦辣社都会来 尤其功名 文昌 考运都息息相关 若有人你的书都在这里 孩子坐在这里读书 赵卫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煮饭 这火烧功德林 这不是火 书是功德林 火烧功德林 而不是木火通明 火烧功德林 所以你的考运也不好 若是当官了 官运也不好 常常被人检举无中生有 这问题很多 曾经在台中县政府 当时我台中县政府一位官联朋友 我到他的家 去帮他看房子 他说奇怪 老张啊 我考数考了好多年都考不上 要升都升不上 你是不是来家里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说好啊 那时候我们没有厉害关系啊 我做我的测量 他做他的建筑设计啊 是损合 所以是朋友嘛 你平安了 大家都平安 我本着我的师父 告诉我说 你研究风水学研究好了 你可以帮一个人的家平安 你就是功德 两个家平安 更是功德 三个家平安 就是功德无量 所以能帮人忙的 你尽量帮人忙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 尤其赵魏 对文昌星 对功德榜 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到他朋友的家里去 我就首先要正道嘛 就先到他的厨房 在厨房呢 看到他的照位 照位在这里 对着书桌 他的书桌在这里画图 在这里设计 所以 就是火烧功德领 我说难怪你考 四十多灵魂一角 你学学学 突然就会断掉 所以你连续考了四五年 考不上 他说对 就是这样 那就是 烧功德领嘛 而这个一类书桌 也有桌神 而面对着火 而这个书桌又属木 不是木火通明 木生活 谢 谢气 你坐在这边 你的后脑是玄武 你的后脑玄武是智慧 被火烧掉了 所以你考试 要升等 考不上嘛 若是考上了 就没有地理风水的问题了啦 所以我说你赶快 把这个移过来 移到这边来 你移过来了 嘿嘿 你很快的 你就可以升官升上了 后来 一到这边来 考试升了 第二年 考试就写得非常顺利 虽然是凑巧 但是也不是碰巧 而是真理存在的道理呀 祝福各位 每逐别家 你还请 你还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